好現在開始錄了 好喔 所以我們要 怎麼開始 這樣可以嗎看得到 這樣可以 我們在這邊等於是跟 戲上的 大家講 講話這樣子 所以就 各位老師同學學弟學妹們大家好 我是吳瑞燃 那你咧 我是王志祥 先講為什麼我們兩個要在這邊 因為 我們 本來是政大心理 音樂系的 政大心理系畢業可是後來變成是職業音樂人 所以我想 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兩個 之後的心路歷程 然後呢在這段 對談之後我們也會有個小小的合奏 要可以獻給 戲上 好 那我們 開始聊天吧 那我先講好了 我是吳瑞燃 我在政大心理系是1991年到1995年 在政大心理系 那 志祥呢 你呢 嗯 我是 一 二零 01到2005 不是 二零 不是 一 等一下 你幾集的嗎 有 你有 呃 九 呃 你是 1999到2003嗎 2003 我進去那天剛好 921啊 921 OK 應該是1999吧 對 921是99 然後畢業的時候是SARS 哈哈 你剛好是那個世代對不對 對 對 哇 天啊 我剛才想起來 說 1991年 表示 我進大學已經是30年前的事情 我的媽呀 之光飛視 對 好可怕 好 那 為什麼政大心理呢 恩 我本來是唸台大術學啦 後來被 21了 然後21 晚就重考 重考就 恩 填了心理系 所以就進了政大這樣子 我是表示你那個時候對心理其實也有興趣的意思囉 對因為我覺得自己 蠻有問題的 想要 想要 瞭解一下 瞭解一下自己的 那其實好像 我們都差不多耶 我也是覺得 好像有一點問題 對不對 結果 因為我是唸第三類組的那個時候 可是 其他 其他成績都太爛了 然後 本來想考生物系 結果 完全不行 結果我就知道 只好填 恩 離說那種 就理科裡面離文科比較近的 系這樣子 恩 就想 心理系好像還不錯 反正我心裡有問題 所以我就 就填了心理系 結果考完以後才發現 那個 那一年的那個地標是我的分數耶 我剛好調上這樣子 剛好收到你就對 剛好收到 那這樣好好寫 好 那 你對政大的記憶咧 恩 我對政大的記憶 因為我那時候 考上之後呢 恩 有一段時間有蠻嚴重的背痛 然後大一的時候就去看了腹腱科 去做各種腹腱 都沒有什麼效果 不知道誰跟我講說 就可能要多運動 然後剛好正當那個環境是很多步道 所以我就開始去爬附近的各種步道 然後爬爬爬 然後真的就那個背痛的情況就好很多 所以爬山就變成我在正大的一個主要的活動 所以我每天上完課回到宿舍就去爬山這樣子 哦你是住宿舍哦 嗯我住宿舍 哦對我宿舍在山上嘛對不對 對啊 對我的記憶其實也在山上 因為我其實幾乎都沒有在上課 不好意思啊 我都是騎腳踏車從山下然後背著大提琴 然後到山上的衣文中心練琴這樣子 或是騎腳踏車去台大交響樂團拉琴這樣子 嗯嗯嗯嗯嗯 那你的正大心理系的記憶咧 我覺得因為我想要了解我自己 所以才進到心理系的 然後剛好心理系的課程我覺得很多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來講 怎麼樣了解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自己幫助蠻大的 比如說 因為我爸是國中數學老師 然後 嗯嗯 他對於我 比如說 數學系被惡意這件事情 其實是蠻在意的 然後 可是我不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 怎麼去 怎麼去 化解這件事情或怎麼樣 但是就是說 在心理系的這幾年我覺得我比較 能夠 站在他的立場 或者是比較能夠 不要陷在那個家庭的衝突裡面 嗯 就是說 嗯 他有他 不舒服 或難過 或不能接受的地方 但是我也有 就是 這就是我的 一個失敗啊 我也必須接受我自己 失敗 然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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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嗯 嗯 嗯 我印象很深的 一件事就是說 像我們在修諮商的時候 就老師就 我 好像有跟他講過我的 這段故事 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我覺得 我肯卡在說 說 我想要去 做音樂相關的工作 可是 或者音樂相關的 之後的發展 這樣子 可是 我覺得我們在不會支持我 那他就跟我說 其實你已經長大了 你其實可以 自己決定你的方向 或者是你自己 就說 嗯 靠你自己去 去 踏上你想要走的 的 目標這樣子 而不見得是說 一定要 有家人的支持 嗯 就是說 我覺得我在那個時候被提醒說 欸我長大了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個點 欸 對 就等於是從那個時候 你就得 開始學 學習 為自己的人生 負責 嗯 哇 對啊 我 我其實也差不多欸 我 我進到 心理系以後 其實也是因為想要了解人 或是藉由這樣來了解自己 然後 我其實在大三的時候 因為太忙 忙 社團忙太多了 差 也差點被二一了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幸好那個 我跑去跟爺乃欣老師說 快不行 然後 他 他就 救了我這樣 好險 他那一科讓我過了這樣 然後 我還可以繼續畢業這樣 不過後來 大三大四之後我就 比較 比較多 多跑去上一些 諮商的課 你看我到現在 這邊還留著欸 哇 你有嗎 有有有 有 有 我 這個是唯一我還帶來 帶來奧地利來啃一啃的書 這樣子 嗯 對 然後 也是 也是因為 念了這些 諮商以後 我才發現 其實 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這件事情 其實不是丟臉的事情 嗯 然後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在 在 畢業以後 我就 也自己跑去 進入一個 諮商的過程 然後 挖了我過去 整個25年的 所有的垃圾跑出來 這樣子 然後我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把這個東西 重新整理 然後 把自己丟到一個 完全未知的 那個環境裡面 然後重新整理 然後也 尋找自己 到底在哪裡 那也因為這樣子 嗯 我也是其實 我想那個 原意跟你差不多 因為我其實到後來 我也是覺得 念念心裡 就發現 其實好像 我不是念心裡的 我還是喜歡音樂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到最後 還是跑出去 這樣子 那 我畢業以後 當完兵 就 來奧地利這邊 念 念作曲 就 就開始 就 就開始啦 其實我覺得那時候 也好像有點賭 因為我其實之前 也不是音樂班的 所以 就 也不知道到底自己的能耐 到底行不行 這樣子 然後到了威爾納以後 然後很幸運的讓我考上了 也 讓我好好的畢業了 這樣子 就好像 欸 做那段那樣子的 那個 那樣子的諮商 好像有幫自己找到一些 自己的路子 這樣子 那你後來咧 你的畢業之後 我畢業之後 就去當兵嘛 也是在示範樂隊 然後 我學弟這樣 示範 在示範樂隊 退伍之後 就 後來就去法國 然後 你到法國是唸小提琴嗎 對 那時候也覺得 不知道 能不能唸完 因為我爸那時候跟我說 你去的話呢 最多就唸一年 所以我 所以我 發文也沒怎麼學 就跑去 因為我想說念一年幹嘛學 然後 後來到那邊之後 第一年考完 就 有拿到一些獎學金啊 或者是說 也找到一些 樂團的工作可以做這樣子 然後剛好那時候我們家也 比較有在賺 比較有收入這樣子 所以就可以繼續支撐我 後來 在那邊待了四年 喔 那 其實好像也是這樣喔 就是我們都是 拿著青春到國外來賭 對不對 不知道 對啊 都不知道能不能 能不能靠這個東西 活下去這樣子 真的 真的都 完全不知道 會怎麼樣 對啊 真的耶 其實 我們還算是賭過來的人 對然後 那個 你在法國的時候 有沒有跑去找一些 什麼 心理 心理學家的什麼 住所之類的 完全沒有 哈哈哈 你都去那邊喝咖啡齁 對啊 然後 因為這邊有很多 工景區嘛 都去 就去 像觀光客這樣子照相 去散步齁 去爬山這樣子 爬 沒有山可以爬 哈哈 公園很多啦 公園很多 我 我我至少 這邊還 還跑去那個佛洛伊德的 他那個診療室 去參觀了一下 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 我後來還 我後來還 還真的給我找到 那個阿德樂 阿德樂他之前 住的地方 這樣子 我還是去照了這樣 可以給你們看這樣子 那 你 你回來以後勒 我回來以後 滿幸運的 就 考上樂團 那時候回來大概暑假嘛 然後 幾年啊 大概十月的時候就考上 2009 哇 那也十多年了耶 十二年 對啊 一晃就 一轉眼就這麼多年了 哈哈哈哈 對啊 我在這邊 畢業以後其實也就無縫接軌 滿滿就開始接一些case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 等於就等於是自由藝術工作者吧 生活有點辛苦 可是也日子也過得下去啊 還OK啦 然後 那你是怎麼 開始 學手風琴 對 對 開始學手風琴 對 也是因為 你本來是作曲嗎 對 對不對 沒有耶 沒有 我就只有主修作曲而已 這樣子 本來 本來有指 本來也有雙修指揮 那樣子 對 可是後來我念了一年發現我比較喜歡作曲 我比較喜歡坐在桌子前面寫音符 比站在樂團前面指揮大家更喜歡 這樣子 對 對 所以我就 我就把指揮停掉了 然後我就把把作曲念完 然後也是在作曲的過程中 嗯 接觸到手風琴 Bandonion手風琴 然後也開始 開始 大概2001年的時候 我開始碰到這個樂器這樣 對 然後也是因緣際會 因為我後來也才知道 我可能 我可能是台灣第一個學這個樂器的人 這樣子 嗯 對 對 對 然後 後來也 也很幸運吧 然後 有幫張作基導演寫了兩部電影的配樂 然後也都入圍金馬獎 這樣子 也算是蠻有趣的 這樣子 嗯 然後 我 我們兩個是怎麼認識啊 就重新認識啊 因為其實我們高中是同一間 大學也同一個系 然後當兵也是其實是同一個部隊的 對 可是我們從來都沒認識對不對 對 其實那時候 我們應該早就認識了 你知道那個 我高中畢業的時候 嗯 其實本來要 我們那個 我們有一個高中的選樂團 哦對 然後那個時候本來是 就是 要請你來指揮 哦 是哦 對 然後後來 你用不醒還是怎樣 所以才 叫王旭彬來 哦 哦 哦 但是因為那 那一次錯過了 就沒有認識 哦 哦 還有這種契機哦 你還記得有這種事情哦 對 哦 哦 然後 後來我們 再認識應該就是因為手空情吧 對 就探哥了 對啊 對 就是 台北探哥節啊 我記得應該是2011年之類的吧 對 然後那時候再往前一點 就是里程中的早期 啊對 就透過你嘛 所以你就應該那時候就聽過我了嘛 對不對 對 對對對 然後因為也是這樣我知道里程中他要組個樂團 然後經由他我認識你 所以在那個 探哥節的時候我就跑來找你幫我拉嘛 2011年我最開心是找你 對不對 我記得 對 對啊 然後後來你的 你的 你介紹一下你的樂團吧 你的 你跟里程中 OK 呃 我們 我們的樂團叫做Circle樂團 嗯 然後手工琴手勢 李程中 那他 也是 跟我從小到大是同學 然後他 也是 念到 那在美國念書念到博士 然後 才 就是說 就是說 嗯 決定要回來 搞音樂 這樣子 那都是這些怪財 哈哈 對 而且 非常應該來念心理系 哈哈 哈哈 對啊 然後 他大概是2010年左右畢業嘛 然後那個時候 他其實有一個offer 在 在 在加拿大 然後他就問我說 我應該去加拿大呢 還是回來台北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如果去加拿大 大概就是跟你前面十年的日子都一樣啊 就是說你拼命的做實驗 然後呢 實驗到半夜就去練琴 哈哈 哈哈 然後 我就說 嗯 你就考慮一下吧 看你是要繼續呢 還是說 你是要回來 面對 真實的音樂家的生活 哈哈 哦 原來是 原來還是你把它踢回來的 哈哈 就 我就問他說你要 你到底是要 繼續 真的要弄音樂 還是你想要做什麼 如果你真的比較想要做的時間 那你就去加拿大 那你如果實際上是比較想要 試試看走音樂 那你應該 真的試試看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就 展現了念過心理學的 你沒有心理系的力量 哈哈 結果他 你們 你們就差不多是2010年那個時候 成團了嗎 他回來 差不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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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時候就陸續有一些音樂會嘛 然後 也 找了其他的樂器一起來 就是 組一個團 嗯 對 然後 2011年就有探哥姐 對 嗯 對我就把你們找來幫忙一起演出嘛 嗯 對 然後 欸 你們 你們也出了專輯嘛 齁 什麼時候啊 對 嗯 大概2017 左右吧 17 18 對 嗯 第一張 我們自己的專輯 17 你們17 我記得 對 嗯 對 叫 叫奏折嘛 對不對 對 然後大家趕快去博客來買啊 哈哈 哈哈 對可以可以 對然後 你們今年也出了一張嘛 幫那個巴奈 對 對 幫巴奈出了 而且你們還 他還 他還入圍金曲獎耶 我看到 對啊 對家女朋友 嗯 嗯 對啊 我在這邊 我後來畢業以後 我就留在奧地利這邊 然後 我就 我也開始 自己組樂團 然後 在維也納這邊 我組了一個叫 Tango的樂團 叫 就是把Tango跟台灣 這兩個字連在一起這樣 然後 我太太是日本人 她是拉小提琴 然後找了一位阿根廷的鋼琴手 跟烏拉圭的大提琴手 我們組了一個四重奏 所以剛好就是兩個東亞人 跟兩個南美人這樣 然後 對 就跟我們團 其實還蠻有 團名蠻有趣的 就是都是剛好兩個人 然後我也是就 因為我自己寫曲子 所以我就會把一些台灣歌謠 把它用探歌的風 探歌的風格把它 改編成一些很有趣的曲子 我相信你也拉過一些嘛 有高山車啊 什麼這些 可是是探歌風格這樣子 對 那我們2018年 我記得是在你們後面一年 我們也出了一張專輯 叫世界的另外一個鏡頭 然後大家有空的話 去播客來看看啊 Tango 世界的另外一個鏡頭 對 對剛才忘記了 我這邊還有戲服耶 哇 我那個多的戲服 太珍貴了一點 對 很少穿不要讓它褪色這樣 對 聊這麼久 我們等一下 我們 來一個小合奏 那 等一下 我為了這一次的這樣子的50周年 我改變了一首非常有名的探歌曲 叫El Choclo 我相信大家應該會對這個旋律還蠻熟悉的 然後我在那個後面呢 加了一點花 讓它跟生日快樂歌混在一起 那 等一下 我會跟志祥等於是線上合奏 那就 歡迎大家來觀賞 那 之後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 聽聽他在國家音樂廳 國家交響樂團的 音樂會 或是有Circle的表演的話 也可以去看看 那 我在這邊因為疫情的關係 目前還沒辦法回台灣 所以如果以後如果有機會 我把我的樂團再帶回台灣來表演的話 也希望大家也可以來看看我們的表演 或許下次我回去的時候 我可以跟志祥到戲上來做實體的演出 這樣子 非常期待 謝謝你啦 那我們換個衣服 我們去表演吧 好 OK 拜拜